你看到這一次提議的本地立法 那個定定的選舉委員會的組成部分 可以說是政府其實為所欲為 完全漠視普選的承諾 完全漠視香港市民參與的重要性 你整個政改 你看回選舉委員會的新組成部分 是完全沒有說是循序漸進這個發展的 反而是大倒退 是加強的操控 使民主派的參與進一步萎縮 還有提名的機會減少 所以是很唏噓 使民主部罰的倒退 這個民主黨最大惡極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星期三 除了梁子民的辯論之外 也有法例的手讀 大家到時可以具體看到法律條文 知道這個偽政的方案 那個卑鄙和控制性的加強 是令到市民參與特首選舉的機會 和情況越來越惡劣 越來越惡劣 所以民主黨真是千古罪人 好我們聽聽黃小姐的電話 黃小姐 黃小姐還在電話旁邊 在嗎 在嗎 可能等得太久了 等得太久了 因為這個政改方案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和大家作個交代和解釋 還有講到選舉安排 大家可以多說一些資料 是關於區議會選區劃界 最近又宣佈了 一百一十多個區域都是重劃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政制事務委員會 其實是這些策略來的 是的 就是他用這個時間 就是用來把幾樣重要的東西混在一起 就搞到你們亂七八糟 傳媒報導又很混亂 一會兒有立法會選舉 新功能組別 一會兒有選舉委員會 他同一時間呢 就對出這個區議會 那個重新劃界 那個建議書出來 這次劃界的諮詢期就是一個月的 所以大家市民可以就區議會的劃界 其實十八區 就每個地區的選舉 就是那個界限去到哪裏呢 做個重新的修訂 有些有改有些沒有改 大部分沒什麼改的 但是你看回改的那些 基本上都是對民權聯有利的 就是民權聯那些正在贏的選區 就動都不動的 是不是 有些是民主派 譬如我自己的選區 嘩就大改變的 加了一塊給你 是不是 譬如以前我區議會選區 就主要是麗城花園 和麗城花園 和麗城花園三期 和這個灣景 這個區議會 的選區 到那裏為止 差不多 他現在呢 就去到這個深井 去到這個海運花園 這個海運台 那些呢 就包括在內 所以這個選區劃界呢 很明顯是有個政治陰謀在那裏 特別招呼你們 哈哈 好我們聽聽張先生的電話 張先生你好 大舊馬草林 我金水 你好 你好 大舊今晚說得很清楚 贈兩句 贈兩句 金水 就你講民主黨 就1994年10月2號成立的 那我現在照看 2011 就 這個我純粹推測的 應該會輸得地產 是 是 就是他 那天就金的 2011 就 金 金年來的 那我 如果看 都會輸得很慘 但是不代表你們會好 就是不是代表你們贏了 但是總之他就輸得很慘 我們不打算贏的 哈哈 打敗他 哈哈 哈哈 民主黨輸了 就是我們的勝利 就是一個小勝 哈哈 那就 如果你 我講小意見 開議會 就 大舊同 大舊領導 比較好 現在是 現在是 因為幫助 幫助 明年那個 運 真的 就是 不是那麼 慢慢計 就是叫他休息多些 就是 執行 大舊執行 好些 我跟幫助說了 一些粗重的事 讓我做得了 就是他繼續出書 繼續論述 那些粗重的事 我們最習慣 我太劫了 明年要幫助休息 對 就是休息 好 我對小意見的民主黨 其實我就覺得 反而政治那方面 怎麼壞 我們不用說 攻擊他的經濟策略 是穩困的 強調領會 那些東西 因為 因為 那些東西 才能攻擊民主黨 嗯 就是那些經濟方面 民生的 對 就是政治方面 那些破產的 誠信 如果經濟方面 都 市民都覺得 經濟都是騙人的 應該斷了線路 我們聽過第二個電話 明白了 金水 多謝你 第二個電話 Joe 喂 撥撥到 斷了 斷了 可能今天的電話 有些問題 不知道是不是轉場 是的 剛才黃小姐 我們說得正確很久 就 可能 金水的意見 我也覺得是對的 因為政治方面的立場 或者那個取態 其實我想 如果真的 關心政黨 對於這一方面的那種表態 其實都已經很清晰 那反而是 尤其是在區議會選舉 會不會在民生方面 包括領會 或者其他民主黨 提出來的建議 或者過去所做的一切 怎樣影響到 當區的居民 其實這個可以 一二二為一 因為 你可以把民生問題拉起來 都是表示 沒有民生 還有顯露民主黨 是沒有誠信 是 這個我們 一定要透過區議會選舉表露 好 黃小姐回來了 不好意思黃小姐 剛才講的正改 講得太久 Hello 黃小姐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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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首先呢 我就要求大教 你幫我做一點點事 你星期三呢 那個立法會那個 那個 那個 是的 我希望你幫我問一問 政府官員 他說他們問責官員 就是 我想請問他 向哪一位問責 嗯 因為我們有份出糧給他 我想請問一聲 他向哪一位問責 那個制度上呢 他們是向特首問責 就是向市民問責 他們會說 但是因為是特首委任他們 所以這個政治問責 一個團隊呢 那就 跟這個制度是有關 當然他們一定會解釋 就是向市民問責 就是以前在討論過程裏面 由董經文年代 中國都是這樣說的 但是我會代表你提出這個議問 其實你提這個問題 基本上就覺得 他應該要辭職 是不是 黃小姐 那最低限度 你要公道一點先 但是人家買車 你就要人家鞠躬 然後就辭職 你 你為什麼民主黨可以這樣呢 你 把別人這樣行呢 這次你又這樣 那麼鬆呢 那你是不是拿著兩條腿來走路呢 那你要我們先帶你 你怎麼讓我們先帶你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我們 現在你已經算了我們香港的鑊 就是已經很金的 你鑊 但是我們不能說了 沒有 沒有 他出賣了你 沒有 因為就是 放了你飛機 就是他的政綱 我很記得 他違背了08年選舉的政綱 他口聲聲說2012雙普選 他們爭取的事情 你記得 我很記得有一天 吳之心在黃大仙設個論壇 在黃大仙設個論壇 吳慧卿道 吳慧卿道 有道 我那天都專程查問 谢谢大家